新冠病毒疫情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也觸發新的技術 台中市現在推出了公車鱗接觸 下車鱗的APP 乘客只要在下車的時候 透過APP操作就可以啟動公車的下車鱗 除了避免疫情期間 重複觸摸下車鱗的風險 也省去在這個公車行徑摇晃的時候 起身按鱗的風險 現在下公車不必再按傳統的下車鱗 只要按下APP手上的鈴鐺 下車鱗就會自動的響起 您接觸下車鱗系統 透過手機的APP 只要一個按鍵就能啟動下車鱗 不必在公車人擠人的情況下 冒險起身按鱗 我們可以在按了以後 再慢慢的走下車 因為其實手上如果提太多東西的話 這樣會搖搖晃晃的還蠻危險的 還蠻方便的 尤其在疫情期間 不用碰到不知道誰碰過的東西 這套系統在疫情期間 避免了重複碰觸下車鱗的風險 但要是有人惡意亂按的話呢 民眾如果連續使用兩次以上 他必須要等待三十分鐘 或者是換車才能繼續使用 系統透過藍牙操作 沒有各自外洩的疑慮 也降低實體按鈕的損壞率 因為他必須要去噴酒精那些 那我們這些實體按鍵 可能會比較容易損壞 那我們剛好也解決他 這方面的問題這樣子 外來這套系統有機會推廣到外縣市公車 疫情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也觸發更便利的生活科技 華日新聞 黃總理 趙雲光 台中報導 好